北京时间2月6日凌晨 国际泳联多哈市井赛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 两位奥运冠军全红蝉 陈玉希一决高下 这一次全红蝉笑到了最后 总分436.25分 力压陈玉希的427.80分获得冠军 这也是全红蝉莲 首颗市场赛 全红蝉加油 赛后全红蝉笑情 教练陈玉琳也是笑容满面 目前两人代表着跳水女子十米台的最高水平 近些年大赛的冠军都在两位奥运军 最完美的 最近三届市场赛 陈玉希都是冠军 包括最近两届连续击败全红蝉 或者迟迟无人担任冠军 并且没有 这么久 我们还在等分数 这次分数等得有点久啊 那到底会是怎么样呢 这一段可多哈 全红蝉预赛 割后陈玉希30多分 几乎不在状态 让陈玉希以第一的方式晋级决赛 获得最后一个压轴出场的机会 前三跳动作 两人的发挥比较稳定 全红蝉仅仅领先陈玉希0.05分 冠军悬念依然很大 来到关键的第四跳 动作都是207C 过往陈玉希总能得到高分 全红蝉稳定性很差 能够获得90多分的高分 也能得到60多分 或者70多分 是多次被陈玉希逆转的动作 现在全红蝉面对压力完全扛了下来 以几乎完美的方式完成 最终四个裁判给出10分 三个裁判给出9.5分 得到97.35分 满分99.00分 不过 陈玉希这一跳得到84.15分 直接被拉开分差 最终以 接近10分的优势锁定第一 拿下冠军 同时终结陈玉希的三连冠 随着市井赛的夺冠 全红蝉在单人项目实现了大满贯 就是拿到了奥运会 市井赛 亚运会 全运会的所有冠军 仅仅缺少世界杯冠军 即可实现超级大满贯 陈玉希仅在市井赛 世界杯拿过冠军 其他赛事颗粒无收 对于全红蝉来说 这个冠军来得非常及时 因为距离巴黎奥运会 开幕还有半年 市井赛首夺单人冠军 可以提升自己的信心 争取实现未免